大家好,我是敦多方脸 时隔106天,胡兴宇案件终于有了个初步的结果 胡兴宇的尸体被发现于荆棘山之中 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这个荆棘山离学校最近仅有几十米的距离 但是如果我们看高德地图的话,甚至把荆棘山画在了胡兴宇所生活的学校里面 我没有去过实地,但是至少能看出来,这个荆棘山和他的学校相距很近 有本地或者了解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 这里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困惑 为什么这么近却没有人搜索到,到了106天才被人发现 目前有几个解释,微博上有一种洗涤的声音是认为当地警察忽略了对于这个地方的调查 但是显然并没有 根据逾越七日延山县的通告,我们可以看出 学校南侧589亩的树林山岗都已经搜索过了 而且离学校这么近的地方不搜索的,那显然也是不符合常理的 此外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因为警力不足啊 或者说因为他没有被定性为杀人案,只是定性了失踪 所以没有派太多的警察,但是我认为这也是不合理的 胡兴宇案虽然没有立案,但是因为社会影响力非常巨大 其调查程度呢,不低于命案 这在之前的政府通告里就已经说过了 那么基于这些背景,我们来分析一下胡兴宇失踪的可能性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在106天之后,才在学校附近的山上被发现 首先第一种可能性就是搜索前妻不太用心 导致搜索出现了遗漏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非常之低 目前我们已知的信息是,胡兴宇失踪是在10月14号 并且警察在失踪的口袋中呢,还发现了10块钱 这个10块钱其实很关键 首先胡兴宇他是个高中生 而且胡兴宇失踪的时候呢,是10月份 那时候中国疫情呢,防控正处于一个高峰状态 你没有健康嘛,那简直寸目难行 而且面临社会大规模的搜查的情况下呢 如果胡兴宇不是立刻自杀的 那胡兴宇是如何在社会上谋生的呢 我之前记得有一个朝鲜部队的士兵偷渡到东北 你就潜伏了一段时间,就被发现了 胡兴宇面对如此大规模的风控加搜捕 迁徙到外底自然是不可能的 他又有那么大的知名度 打工在本地自然也是完全没有希望的 那他想在本地生活下去,那就只能盗窃 但是对于高中生来说 盗窃生存了这么长时间,是否有一些过于困难了 而且你都准备自杀了 你为什么还要盗窃,再苟活一段时间呢 那么胡兴宇就只有可能在10月14号后两天左右就自杀了 因为他的10块钱都没有花出去 一个农村的高中生,兜里能有多少钱呢 他的钱都没有花完 说明他根本就没有做生存的几天 没有去买什么吃的 立马在失踪之后就自杀了 那么胡兴宇如果在10月14号失踪之后立马就自杀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 我们能查到今天延山县最高的气温是15度 这已经是非常高的温度了 而去年10月份的最高温度呢有22度 平均气温呢也有11度左右 这种情况下,尸体的腐败程度必然是超乎想象的 人或许一眼瞎看不见 难道警犬的鼻子都失灵了吗 传统意义上,警犬搜寻甚至能在图里找到尸体 这么大一个尸体挂在树上,难道是闻不到吗 有一本书叫做《尸体变化图鉴》 我以前也看过 里面记载了尸体不动时间的一个事变情况 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网上找一找 太过恶心了我就不放图了 按照这本书的记载呢 胡兴宇死后在警察搜索的那段时间里呢 应该是他事变最厉害的样子 所以,胡兴宇如果是10月14号之后就自杀的 而没有被搜寻到,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 那么如果不是在10月14日失踪之后就自杀的 那么胡兴宇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什么呢 这就有两种可能性了 第一个,他是被绑架囚禁起来 然后近期呢,才被自杀的 第二个就是他早就死了 然后尸体被做了冷冻处理 最近时代顶不住压力了 就把他尸体挂起来,希望能草草结案 然后呢,做出一个什么自杀的假象 而根据这两种可能性呢 目前其实网上就出现了两种传闻 首先呢,胡兴宇他也不是什么富裕家庭 那么囚禁他,把他囚禁起来能有什么好处呢 胡兴宇的父母也没有收到任何绑架勒索的消息 也从没有人找过胡兴宇的父母要过钱 那么结果可能就如网上所说的那样 绑架胡兴宇的唯一好处呢 就是要他身上的器官 也就是所谓的贩卖器官之说 这种说法呢,目前并没有什么可靠的数据支持 但是中国确实一直有贩卖器官的一个黑历史 比如凤凰周刊呢,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叫做《中国人体器官买卖的黑幕》 里面就提到呢,大陆存在庞大的地下人体器官库 甚至是活体器官库 这里面提到了一些匪夷所资的案例 比如南方日报呢,在报道轰动全国的 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 量军甲素甲药案时 顺带提了一嘴,当时是如何抢救病人 报道说呢,在5月16日 专家进行会诊之后呢 开出的治疗方案就是进行肝脏和肾脏的联合移植 但是仅仅在第二天下午6时呢 匹配的肝脏和肾脏就已经被空运到广州了 其次度让人震惊 而且还有更离谱的事情 在《华夏日道》一篇名为 48小时幻肾两次22万幻栏财命两空的文章中 又提到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消息 这篇文章本意是批评幻肾技术的不严谨 批评医生 但是文章中的小细节却让人震惊 这个患者呢,他进行过两次幻肾 第一次幻肾并不成功 而医生却非常随意的说 没事,他那里还有匹配的肾源 自己两天之后带回来再给你换个新的 可见中国器官寻找之简单 这个患者第一个肾脏仅排队9天就已经获得了 第二个肾脏在第一个手术失败之后呢 医生没有任何的慌张 并且承诺呢,自己马上会给他找到新的肾源 而且呢,仅待了两天之后 医生就按照承诺把新的肾源带了回来 当然这些新闻是比较早的新闻 我之前一个亲戚在国内呢,也要做肾脏移植 现在的排队周期呢,是比之前要长很多的 也很有可能是因为我这个亲戚他没有钱 具体的情况我就不太了解了 现在河南更是出现了明码标价的人体器官架 所以胡心宇其实有可能是被绑架的 并且贩卖器官的 被囚禁的这段时间呢 一直在等待器官的一个移植 这在中国呢,这种情况应该不是少数 年纪大的人应该还听过一个笑话 就是和美女约会 结果一觉醒来呢,发现自己躺在浴缸里 然后一个肾没了的故事 这可以算作中国的一个古老的都市传说 但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 胡心宇他如何做到器官匹配的 器官匹配这是需要一系列的检查的 为什么不绑架别人,只绑架胡心宇呢 之前就有传言 这些血样呢,是来自于统一的高考前提解 但是这个真假很难判断 如果胡心宇的失踪是因为器官 那到底是有组织的器官买卖网络 还如网上一些人的想象 这些肾脏呢,是提供给高官们的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呢 就是胡心宇他早已被杀了 然后被藏尸 这其实就对应了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是学校他在隐瞒这个事情 学校出现了意外事故 导致了学生死亡 中国小县城呢,那一直是官官相护 为了保护学校里的一些干部呢 或者一些人可能联合起来上演一场大戏 有这种怀疑呢 主要是因为学校的监控有一定问题 但是伴随着官方的宣传呢 这个事情他反而是越抹越黑的 在1月6日的一个辟谣 更是让这件事情呢 又进入了一个罗生门的状态 1月1日呢 阎山县警方曾经发过一个通报 称通过监控设备生产商 海康威视的技术鉴定呢 发现视频未做出过任何删解 但是1月6日海康威视亲自出来辟谣 说自己从未做出过相关的鉴定意见 这无疑使胡心宇案呢 又增加了一层迷雾 那我们不禁要问了 学校为什么要杀一个学生 是学校产生了恶性事件 学校为了稀释宁人 亦或者胡心宇得罪了当地权贵家的小孩 然后被他们打死 权贵都有关系保护自己的孩子 还是学校老师失手打死了学生 学校一起帮忙掩盖事情的真相 毕竟在中国乡村地区 学校里这种乱打人的老师还是很多的 其实我出身并不好 我出身的城市很差 那里的学校老师质量也很差 我初中高中都遇到过老师把学生打住院的事情 想到这个延山县可能连我的家乡还不如 这种可能性呢也并非没有 现在根据官方的口径呢 是事件报告已经完成了 但是并没有公布 而胡心宇的父母呢 则是不相信本地的警察的报告 寻求外地警方进行介入 或许我们要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等待更多的消息 才能看清事情的真相 也许这件事情呢 在中国子弹再飞更长的时间 更多的时间 我们也不会知道事情的结果 最终只能选择遗忘 就像之前的红黄蓝幼儿园 铁链女 躺山打人事件等等等等 就被大家默默遗忘了 但是中共这些操作呢 其实就是一次次在消耗人民的信任 中国现在已经陷入了塔西托陷阱之中 塔西托陷阱的大意就是 如果政府失去了公信力 那么它不论做什么 发表何种言论呢 社会均会给予负面的评价 霍宇真的是警犬鼻子失灵了 然后大家集体眼瞎了 造成这样的巧合 让胡心里的尸体在后山挂了一百多天 都没有人发现 但是一次次的撒谎 谁又会去相信呢 谁又能相信呢 又如何让人民去相信呢 胡心里的案件呢 或许我们永远无法得到真相 这可能就是现实 你最后呢 也只能无奈面对这个现实 谁叫这就是中国呢 我们也没有办法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欢迎在留言区讨论一下 你对胡心里事件的看法 我是多伦多方脸 我们下期再见